根据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平均进攻资数据显示,2017年欧洲平均进攻资最高的是瑞士,瑞士平均每月进攻资4369欧元,按照平均汇率,折合美元约5418美元,折合人民币约36581元,兵党平均每月进攻资3410欧元, 去第二位,折合约4228美元,折合人民币约28547元,挪威平均每月进攻资3385欧元,位置第三位,折合约4197美元,折合人民币约28337元,丹麦人均每月进攻资3251欧元,卢森堡平均每月进攻资3140欧元, 瑞典人均每月进攻资2697欧元,分列第四到第六位,德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等西欧强国 2017年,平均每月进攻资一次位居第九、三、十三、十五、十六位,折合人民币约在一方这两万元之间,俄罗斯2017年每月平均进攻资599美元,折合人民币约4044元,排在第29位。 综合来看,北欧国家的平均进攻资临袍全欧,北欧五国平均进攻资,最低的芬兰也高居第七位,平均进攻资折合人民币两万多。 中西欧国家的平均进攻资次之,多数中西欧国家平均每月进攻资,折合人民币约一万元以上。 东欧国家的平均进攻资在全欧普遍较低,大多数东欧国家平均进攻资只有几百欧元,乌克兰的平均进攻资甚至不足二百欧元,在本次排榜中居最后一位。 2017年,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元,平均每月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2165元。 如果计算平均进攻资的话,欧国的平均进攻资肯定比2165元。 这个数字要高些,但大多的欧洲尤其是北欧、中西欧国家相比,还是有一定的差距,需要加油,继续努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